第六項錦標 劉國良失意於藍單 唯有寄望和孔領輝 能夠纖聯藍商的冠軍 但都未能夠在中國隊隊友身上取得一局 結果被王麗勤和艷森 以21比11、21比12和21比18奪得錦標 而在雷丹決賽 領先的局數2比1的黃藍 再贏多局就為免成功了 不過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師妹臨名後敬零例 在第四局 先後迫和18平手同19比19 黃藍必須果斷進攻才可以解困 最後世界排名第一位的黃藍 以21比19贏局數3比1 登上頒獎代的最高位置 而另外一面 單打金牌也肯定屬於中國 因為中國球員 浪費藍單決賽的兩個席位 其中黃麗勤和中華台北球員蔣彭龍 大部分時間陷於拉腳局面 蔣彭龍陪太祖上界得主劉國良 入到四強 不過在關鍵時刻就失誤 結果黃麗勤連贏21比13 24比22比21比14 世界排名第一位的黃麗勤 今屆要拿個人第二面金牌 還有一關 另外一場孔令輝終於想到 對付隊友馬林的方法 就是用短方壓住馬林的反手 不要讓他拖 變成首強攻 結果孔令輝反勝局數3比1 入到決賽 本地籃球隊永倫 取得亞洲冠軍球會 背決賽州的參賽資格 永倫在東亞區外圍賽 第一節是落後給藍色衫的遼寧胖胖三分 但永倫在第二節取得12比0的攻勢之後 立即超前對手 永倫得分最多是兩位 申請的美國外援 新高2米的前鋒亨利加上這次走欄 全場就讀取了39分 比亨利還要高達2米11的中鋒積信 就有34分進場 結果永倫贏94比79 將會可以參加下個月 在杜拜舉行的決賽州 決賽州12隊會分兩組爭奪四強席位 跟永倫同組的 還包括沙特阿拉伯 巴林 伊朗 馬來西亞